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KS看股 今天是7月25号 今天market有上一点点啦 但是那个动作是 4点半才推它上去的啦 不是很能信啦 很信得过啦 还有这个星期是个很危险的星期季的 这个星期美国美联储 起席啦 这个星期很多 很多很多这些 极大极构啦 很多投资 投资经理啦 投资经理或者这个资金经理啦 他们全部都会踩break啦 应该是啦 大部分都会踩break 他们都是会等那个星期五 FOMC过后才会决定 或者FOMC那时候才会决定 market他们要要怎么样去玩啦 所以这个星期也许 不要收太多股 不要拿太大的风险啦 因为market有可能 有可能 星期四早上啦 星期四早上两点左右啦 好像是星期四早上 所以那个美联储FOMC宣布之后 他还有讲东西 看他讲什么 他讲的好听 可能market还会起 他讲的不好听 可能会大跌啦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是很高的风险啦 要提醒大家先 这个星期啦 OK 记得点阅点赞分享留言啦 第一 你第一次看我视频 每天都有视频啊 星期到星期五都有视频 记得 星期到星期五六点到七点左右 我会上载 华语文跟英语跟华文的 然后呢 每天 每个星期 星期六星期天呢 就会做一个 整个星期的那个 回顾啦 重温一下整个星期的发生的东西 和讲一讲大局啦 国际啊 OK 点一下分享留言啦 记得啊 按那个叮当啊 记得跟我扎扎那个like他分享分享啦 和留言啊 OK 还有要开户口 可以试试CGSNB户口啊 这个是 啊我们 啊 政府啊 这个是合法的啊 OK 这个这个broker 然后呢 是马来西亚 其中一个是 啊 最多量的 最高量的啦 就是啊 最大的broker啦 其中一个最大的broker 还有呢 你可以玩每一股 新加坡 香港和马来西亚股 都可以啦 还有可以玩 ETF啦 OK 所以啊 记得那个连接在下面 你按那个连接就可以啊 啊 填上到那个表格啊 有五个问题罢了啦 你的名字 电话号码那些东西啦 然后那个 remiser会通知啊 会联络你开户口啦 在 不用一定在马来西亚 在外国也可以啊 所以不用怕啊 在外国也是可以的啊 如果你是在外国 读书 念书 做工 好 ok 水钱也很蛮便宜啦 0.25 0.25% 美国0.25 新加坡 0.2 香港啦 so 不用怕 ok 如果你要试 你要试玩外国的可以试 ok so啊 ok 我们看看这个国际啊 可以 可以去 ok 马股还有胀一点啊 收在1469上了0.233% 3.4 3.42点啊 新加坡 跌了0.027% 那全部是8%啊 香港掉了0.224 韩国上了0.441 日本掉了0.772 泰国上了0.488 菲律宾掉了0.860 中国FDSE掉了0.35 中国SSE掉了0.599 中国SSE掉了0.826 澳洲掉了0.020 印尼掉了0.415 呃 纽西兰 掉了0.573 台湾掉了0.087 呃 印度掉了0.529 所以亚洲也是大部分是跌了今天啊 英国FDSE上了1.0.305 DEC上了0.478 所以他们的找盘还不错啦 慢慢的上 美国星期六人看了啦 美国星期五是大跌了 星期六我们看大局看了 美国不是算大跌也跌的蛮多了 啊 中油3810 OK 跌破了啊 那天还在3,900 4,000左右 现在满满的滑住下 Brand Oil 104 啊 OK啦 没有什么上下 跌了一点 原油也是跌了一点 95 金 啊 179 1729 啦 收在 在这个千七这边啊 整档啦 OK 啊 云 18.50 18.58 没有什么东 OK 我们看看这个马股先啊 看下KLCI啦 KLCI还有胀一点啊 那天我们星期六看大局有讲了啊 还有一点空间啊 他来到这边 他应该会收这个1476 这两条线的交叉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大的阻力了啊 所以来到这边 可能他这几天他会在这边啊 啊 调整一下 啊 等那个FOMC FOMC美的话 他就冲破 继续上 FOMC 啊 那个 开会之后啊 他们的那个 啊 什么啊 他们的那个 啊 啊 啊 出来做这个什么啊 讲话的 他们出来讲的时候啦 出来这个 啊 啊 做那个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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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了啊 啊 报告的时候啦 啊 所以他们 然后 如果讲的不好听 可能就会 BOM啦 OK 看看新闻先啦 哦 sorry 看看布萨先 布萨今天清晰36啦 所以这个上升不能是不是很能信啦 清晰降差36 下上升股300 下点股530 是不美的啦 所以今天有一点是做出来啦 OK 啊 收在1469 3.4 2.0.23 2 0.23% 2.015 啊 BILLION交易量还不错啦 交易量还不错啦 OK 所以找盘呢 啊 找盘 这个 散户是 没有什么动了啊 买一点 卖一点 买一点 买一点 平平的 然后啊 集穿进场有 有推一点点 然后翻后又 又是平平 然后 然后4点半 收市 然后推上去的啊 所以这个不是很能信啦 今天的数据啦 OK 消费 上了0.15 啊 工业 上了0.29 建筑 掉了0.12 科技大跌啊 一点 一点 九亿 啊 啊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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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继续上 0.36 房产啊 掉了0.74 啊 中值上了一点 啊 房产掉了0.17 sorry啊 啊 啊 中值 掉了 上了0.12 阿利埃D 上了0.23 能源 掉了01.57 啊 啊 医疗 上了0.09 电讯 掉了0.22 啊 运输 掉了0.05 啊 utilities 然后水电 gas 工艺品 上了0.06 啦 所以比较你要小心的就是这个 科技 今天大跌啦 和这个能源 OK 看看 啊 看看动力狗 今天有金云 哦 要看看 哦 Bank有 还是慢慢的涨啦 金云 不错 Sign 我们要看看 不错 这个Sign ABMB 啊 还有 所以 更定 看看 DM继续 手法DM 慢慢上 哦 啊 KYM 看看 Public Bank 也是慢慢上 哦 银行 慢慢上 CHB 这个很大动作 我们看看 哦 OK 好 看看 Breakfast 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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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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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大跌了啦 因为科技已经开始恐惧了啦 因为美国也是跌了那天啦 OK 所以科技小心要看61.084 这个他跌破了就很少机会再能冲了 OK 如果他这几天 Mark他还能守在这边上面 他还在等那个等那个美国 美联储那个FOMC 也许还有机会 如果他这几天他还是跌破了 证明他他他他他他机会比较小了 他机会要反弹机会会比较小了 OK 最重要还是要等星期四 OK 我们看能源能源也是一个Berish and Gelfin 一个盖 盖掉那个这个这个蜡酒 盖这个蜡酒是这个是下跌模式 这个你也是要小心啊 给能源全世界也要推这个能源跌啦 能源价钱啦 有的价钱啦 所以不要对他太太太好 有太大的希望啦 OK 今天没有没有post什么啦 只是平常的东西罢了啦 平常的东西罢了啦 早盘我有post这个 科技大跌啦 OK 看看这个新闻先 OK LGMS LGMS ARISB讲他有机会上啦 LGMS有机会上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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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76线 有机会去84到91啦 我们看LGMS OK 去突破76线 有机会去 额 84到91啦 所以还有一点机会啦 这个看来他刚刚突破RSI 刚刚突破50 这个也许有机会你止损放在0.705 他跌破0.705你要小心了啦 最好 本来止损应该是放这边的 but这个 你放这边蛮大啦 66线止损太大了啦 所以也许你放0.705这边啦 跌破你要小心啦 OK 这个我们看到也迟了一点啦 应该是那天 7毛钱这边反弹就应该买了的 所以我们也是看迟了啦 因为他有一个通道 他这边他突破了通道 就可以进了 因为这个狗没有看啦 OK 这个也是吃的 如果你要玩的话呢 看这个8毛4 9毛1 我看比较难 8毛4 可能可以了 Ambang Ambang Ambang呢 RGB讲他上升了 有机会去 4块钱到4块2啦 Amb 这个不是Amb Ambang 对了 有机会去 有机会去 4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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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啦 跟我放的一样啦 所以这个 这个有点危 这个有点危险啦 因为他还 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修西过啊 他还是慢慢的上啊 所以这个你进了你 止损放在3块3 3 3.74啊 也许 这个也是有机会啦 这个 好 蛮高了啦 啊 Gimlun OK 可能我讲 Gimlun有机会哦 给他upperform罢了啦 不是很好啦 OK 啊 他的目标还是给1.1啦 我们看上Gimlun 他给1.1 Gimlun还是跌住啦 Gimlun你要看他呢 有机会呢 突破0.75 可以加 也许可以试下老一点 然后突破这个0.79 可以加一点 哦 所以他在这个快1啦 蛮大啦 他的这个空间 有60% 所以这个也许小心看啦 因为 因为他也是 MRT 他也是有份啦 哦 他 他没有拿到他的 他有做他的 好像做他的precast 其中一样都 其中一个那个casting的东西 所以也许有机会 所以黄利用讲 这个AXO 还是给by call 觉得他还有机会啦 对他有点乐观啦 还有机会 给1.34 看看AXO 哦 AXO这个很很 投并肩啊 这个很很恐怖 这个暂时 暂时不要还钱最好 OK MIDF 所以根定啊 MIDF啊 啊 调低了根定的这个 这个啊 目标啊 去到 去到 从10块 10块1毛 去到8块钱啊 所以我们看看啊 哦 啊 根定plantation啊 啊 所以他 哦 他他他他他从这边 调到这边 所以也是这边也是对啦 通到底啦 通到底 所以这个看来呢 但是还没有突破 这个要等啊 没有什么东西看啊 没有突破 什么都没有 ok so BUSA开始 Outflow Inflow啊 ok 有买进了啦 开始啊 外资有买进了啦 191M ok 看来还ok啦 开始 妈妈股 啊这个新闻就讲啊 这个有有 脏一下子啊 这个啊 手套股啦 因为那个猴痘啊 出现猴痘了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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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讲啊 这个monkey blocks 啊 global health emergency 啦 啊 所以觉得是一个 最近的全球卫生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啦 大家也是要小心啊 ok 啊 我看了 我看一下他的板块没有什么账啦 所以今天我也没有什么讲这个啦 ok so Zepard Zepard他第二季度 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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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啊 7-15M 66%上了 9.47M 到 15.8M 啊 他收入也涨了啊 31% 从81M 去到107M 然后 我们看一看 Zepard 哦 这不然还是华州下这个暂时最好不要玩啊 ok 这个新闻讲要小心啊 这个油价可能这种油价可能会跌啊 因为因为这个印尼啊 没有没有出那个没啊免了那个出口税了啊 所以要小心啊 给新加坡新加坡的通货膨胀继续起啊 ok 6月啊 起到4.4% 啊 这个 covid 这个啊政府讲这个covid啊又起了13.5%啊 前个星期 然后上个星期跟前个星期比26,000 去到29,000啊 都要小心啊 ok so啊 这个monkey box 这个hotel 马来西亚那几个 那几个case 是没有中的啊 验出来 验出来是没有中的 啊 so是啊 不是真的啊 不是真的中的monkey box啊 ok 冰袋 冰袋又跟这个Marafe 跟这个中东这边啊 要要要要卖他的这个 做他的这个啊 卖他这个水喉啊 水喉的东西 piping material啊 汽给这个oil and gas啊 油的生意啊 做这些啊 供应给这些做油的公司啊 ok 看看冰袋 冰袋啊 冰袋啊 有冲一轮啊 前几天啊 哦 冲一轮又 现在停了 所以冰袋呢 你要看这个了 要看 1毛1 0.15 他突破 他收 收在0.15上面呢 长期他应该还能涨 如果他不能 他这是一个反弹 啊 逃命波 可能就继续tech了 哦 看看动力鼓今天 我今天很强继续继续收 没有大红蜡烛继续收 ok 没有没有多多红蜡烛 大红蜡烛继续收 看他还要冲 哦 看他还要冲 哦 知道红蜡烛 大红蜡烛来的时候呢 你就逃 你就逃了啊 看他今天还要冲 冲到很够很够力 ok sign 今天是 啊 5273啊 sign sign呢 啊 他这边 他这边有突破 1.3358 这边有危险 因为他会创到这个通道顶啊 1.44这边 你要小心 要你买进了 你要小心1.44 他突破 他突破 他突破1.44 他冲不破1.44 你要小心 可能他还跌回上来 啊跌到你买进价钱 你都放了 如果你买了啦 啊 k k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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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很少看他啦 kym 啊 很少看他 先看一看kym k ok 充到很强啊 看来他还要上啊 本来有点超卖了 所以这个追是追高啊 你要玩呢 也许可以四本要小心哦 放个止损15% 如果跌到你买进价钱15%左右 又和你可能你要放了啦 ok 这个我看到他这个虽然他是超卖 但他好像很强哦 你看他的这个我看一看他的账啊 他2021年慢慢的他2020年很差生意吧 2020年开始回复了 他2022年的账哦 第一个季度很强哦 哦 还强过这个2021年的哦 他收入又高 然后他的这个啊 净利又高啦 可能他有回弹 他有 他真的有那个 啊 有好的 什么啦 啊 有 他可能真的做的不错啦 今年啊 今年2021年的账会 可能会不错 也许他真的可以飞 这个你要你 你玩你要小心啦 10%左右 10% 15% 啊 你又放了他啦 如果他跌的话 ok 这个也许还有这个也许还有机会 可以飞这个 CHSB CHSB还没有突破0.67 等他突破0.67 比较好了啊 因为他现在啊 啊 这边有一个主力哦 因为他这个小反弹 不知道 RSAE 刚刚好像突破50 再上多一点 啊 也许有机会 这个也许有个小小窗口 啊 止损在这边 止损在0.47左右啦 ok 今天剪掉了 先我们明天再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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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呀 不信 咸